现在 你可以说说你的苦衷吗 说了又如何呢 不如何 或许 能让我好过一点吧 又或许 能让您好过一点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若是陈若宇 这还可以诉说 但是对王若林 只能偿命 是陈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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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 我不肯相信 我只是觉得 这肯定是姑姑 又编了一个谎言给我 可是燕池 给我取名叫玲玲 又拼了命地阻止我 去与姑姑见面 甚至不惜杀了厉姑姑 这一切能发生 让我不得不想 这或许是真的 然后 我就又开始期盼 我期盼您是有苦衷的 或许这个苦衷 能够让我好过一点 您是一个好人 所以即便您做了错 我的事情 我也觉得情有可原 所以陛下 我今日来 就是想要亲耳听陛下说 错了就是错 错了就是错 无论什么理由 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我计算有什么事 我计算是我的心 我计算是这样的